佛光山彰化福山寺 为提前公营法宝节到来 住持庙佑法师等人 19日上午到彰化县政府 拜访县长王惠美 并赠送腊发州 给县府各单位及各机关分享节缘 期望新的一年吉祥如意平安顺遂 12月8号是佛陀城到的日子 也是我们的腊发 那腊八姐特别要谢谢我们的佛光山 我们动员了一百多个师兄姐 在四点多就开始来组腊八粥 腊八粥最主要是把我们的一些 果干一些营养的部分变成熬成粥 最主要是补充大家的一个营养 也透过这样佛陀成道的一个精神 让他能够持续不断的传承 今天是我们佛陀成道日的前一天 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日子里面 其实对佛教徒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情况之下 也希望每一个人吃到这碗平安粥 在新的一年温暖他们的心 也希望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都能够 事事顺心都能够随心满月 腊八粥一称佛州 有周中之王美誉 佛光山彰化福山市 今年特别准备两千五百份腊八粥 与县福同仁与各机关同仁分享 希望借由分享腊八粥与各界结缘 并以感恩的心珍惜这份福报 公益频道林义俊彰化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